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要來介紹的是三角函數微分的一個應用 那我們其實在前一個部分已經介紹了 sin cos tangent 它在一階倒數的時候啊,它的規則是什麼 那我們接著呢,要來看看說 如果你遇到了應用問題啊 你可以怎麼利用這些微分的結果 去解決這個問題喔 好,所以這邊呢,老師帶了一個例子來跟各位同學做討論 好,首先呢,請大家看一下這張圖喔 這張圖裡面呢,還有一個這個水槽 那它這個長度啊,可以看到是20 那它這裡有個底面,看起來像T形 好,那整個呢,剖面圖啊,可以看這一張 好,那它就跟你說,欸這個長度是1喔 底部啊,這裡也是1 好,另外一邊對稱的也是1 那這個斜的部分啊,斜的部分 它跟底部的水平線喔 跟千直線這邊,會夾出一個θ角 好,那這個水槽呢,能調整的只有這個θ角的部分 那它問你的就是說 欸,如果說啊,這個θ角可以調 啊,我又希望這個容器的容積最大 其實對我們來講就是算體積啦 那你要調到幾度的時候 可以讓整體的容積 能裝的水是最大的 好,那在這個調整的過程中 各位同學可以知道嘛,如果你把這個 角度縮小一點,跟千直線的夾角縮小一點 高度會增加 可是你的底面積可能就變小 好,那所以這個部分呢,就是要去看角度怎麼調 可以讓整個底面積 達到最大嘛 因為它這個柱高啊 20是不會變的 好,所以我們的問題就會變成是這樣 好,那我們要怎麼去分析這個圖呢 好,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水槽可以視為是一個柱體嘛 因為它都是一樣的梯形 這樣一層一層疊上去的 好,那它的底面就會是關鍵喔 那我們來這張圖放大之後是長這樣 你看喔,這裡如果是1對不對 那我如果要算這個梯形的面積 我好像需要知道這一段 好,那這一段的話 如果以這邊 這一段 老師現在手上所比的這一段 它其實就是 從 底部的1 直接 切上去 是不是這段也是1 對不對 然後旁邊還有兩段小的 好,那小的呢 我可以用這個1 和這個θ 知道 欸,這裡應該是sinθ 那圖形是對稱的嘛 所以另外一邊也是sinθ 那這個梯形的話呢 就會變成上底下底跟高 我都必須知道才能算面積 所以我現在還需要知道這一段 就是,欸,那這裡的高是多少 那一樣嘛,這是1,這是θ的話 這一段就是cos 那我知道這些東西之後 我就可以來算它的底面積喔 那看一下這個算式 那就是 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以2嘛 所以呢 這個1加2sin就是 上面這一段 那這個1呢 就是底部這一段 那這個cos呢 就是高嘛 所以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以2 我就得到這個 那經過一些整理呢 會變成 cos加 sin cos 那等於是說 這個底面積如果我可以知道它最大 欸,那反正它都是要乘那個20有沒有 那它整體的體積就最大啦 所以我的目標會變成這一條 OK 所以呢 水槽的容積應該是底面積層高 就會變這一個 好 那這裡啊,我就把我想要算的這個體積呢 寫成這個樣子喔 我說有一個體積的函數fθ 就等於這樣 我就是要算它的最大值 好,那我們要求最大值呢 根據在前面 這個多項式的 微分啊,求導數我們可以知道 基本上 函數的極值 最有機會都是發生在一階導數為0的地方 所以我現在會針對我想算的這個體積 去算它的一階導數 OK 那所以 我就去求了這個fθ的一階導數 好,那我們在前面已經學過啦 sine cos的微分對不對 所以呢,這裡我們就使用一下 譬如說 cos的微分就會變副sine嘛 看到黃色的字體對應的 那橘色的呢 是sin cos 兩個東西相乘的微分 就是什麼 前面微分,後面不微分 所以是cos乘cos嘛 加上前面不微分 後面微分 有沒有 好 所以呢,我微分完之後 把它進行一個簡單的整理 像這裡就會有 cos平方 然後這裡有-sine 那我在看這個函數的時候 各位同學可以注意一下 裡面有什麼 有fθ 有cos平 有sine 這裡面就只有這個cos平跟人家不太一樣對不對 所以老師做了一個 轉換 我把cos平換成1-sine 那這樣子是不是大家都是跟sin有關的東西 進行重新整理 那就會得到這個算式 那因為我想要找的是一階導數為0嘛 所以我就將它進行了分解 那分解完之後我就可以知道說 你是2-sine-1跟sin加1 那這樣如果要一階導數為0就是讓這個等於0 或這個等於0嘛 所以我就得到了兩種可能 這一個我想要找的體積函數呢 它一階導數為0有兩種機會 一個是 sine等於-1 不然就是一個 sineθ等於2分之1 好,那為什麼我在這邊寫sinθ等於-1不合呢 如果你的sinθ要等於-1你應該是270對不對 我們那個 實際的問題裡面你的θ應該就是0到90度啊 所以這個是不會發生的啦 好 那所以這個時候我就可以知道說 你這個sinθ2分之1應該是它極值發生的地方 那我怎麼知道它是最大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用到前面啊 我們在做這些極大極小值的分析方法 所以請大家來看這張表 好,我有sin 我有一階導數,然後我有我的函數值 那現在有兩個關鍵的位置是-1和1分之1 它們是一階導數為0的地方 那 接下來要提醒各位同學喔 因為剛才的 你的一階導數 那個函數呢 它其實0導係數是負的 所以 你這裡的正負號要特別注意喔 我們分為比1分之1大 在1分之1到負1之間 還有小於2分之1 這,小於負1這三個部分喔 它的一階導數的正負號要特別小心 這裡是負的 然後這邊是正的 然後再過去呢 它又是負的 那主要的因素是因為你的一階導數 得到的0導係數是負的喔 所以這邊 並不是像你平常知道的都是正負正這樣寫過去 反而是負的開始 好 那再來一階導數其實代表的是你的 斜律對不對 所以呢你就看喔 這個部分是不是正 斜律向上 0的話呢 是水平線 那負的話呢 是斜律向下 所以整體圖形就會跑出一個這樣子的關係 有沒有 這樣子 然後再下來 所以我們就會說 在 這個地方會出現什麼 極大值 好 那這裡呢 老師想要再提醒大家 因為它是應用問題 所以其實這個區間 我們根本不會用到全部啦 因為你的角度最差最差就是到0度 所以其實應該是從0 往 右手邊看這一塊才有用 根本就不會有負的 好那這邊老師沒有把它呈現出來喔 在這裡提醒各位 所以呢 在二分之一的時候會有所謂的極大值 那二分之一是指 sine c 它有二分之一對不對 所以你當時選角度就要選 六分之π 那你看喔 你學會了這個 sine cos tangent的微分之後 你就可以用它來解決類似的應用問題 好 這個就是我們使用三角函數呢 可以解決應用問題的一些 方法 那這是老師所選出來的一個例子跟各位同學做分享 那 以上呢就是一個 簡單使用三角函數微分的範例